香港上市公司 MBV International Limited 是一家在柔佛新山发迹的大马公司 该公司旗下的企业服饰及礼品品牌 Orange Sport及My Gift 在大马及新加坡企业界呢 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那跟一些子继副业的故事不一样 这家公司呢 是由城市三兄弟所创立 他们公司的名字MBV 也是由这三兄弟的名字所组成 那虽然今天己身成为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但他们也没有想过呢 这个当初被认为没读书的人 才会涉及的这个卖衣行业呢 会做到今天营业而过亿的成绩 那这确切实实印证了古人的一句话 360行行行出状元 那我在一次机缘的巧合下 认识了MBV International的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 达到Vincent Dan 并促成了后来的这个访问 那今天我们就透过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来了解这三兄弟的创业史 服饰及礼品业的挑战 以及该公司的未来发展潜能 那今天谢谢你的时间接受这个访问 其实这个访谈最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你们为什么会要上市 然后你们当时是怎样创办这个Orange Sports的 然后想借助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 去怎么说呢 去影响其他的人 去影响新一代那些想要创业的人 给他们一种好的感觉 去向你们学习这样子啊 就是你 我知道你在这一行已经打滚了25年 超过25年啊 就是你们几兄弟一起创办这个公司 叫做Orange Sports 其实在这20多年以来呢 你们面对最大的那个挑战是什么 当然这一般上这20多年来啊 种种挑战都有啦 但我们先讲我们这一行业的挑战啊 我们这行业方面除了说劳工比较密集以外 当然面对的这个竞争方面是非常的大啦 所以一时住行一是最古老行业之一 所以在这方面的竞争的那个门槛也是蛮低的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之一咯 第二当然这个制衣行业或是服装的行业 在马来西亚也会被人家想象中是一个西洋工业 所以当西洋工业的时候 你要征聘人才的招售人才的时候 人家会想到哎 我要做制衣厂 他们想到这是一个问题 明白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我们All-in-Sport 可能定位为这个属于行销市场这方面 明白 当然近期方面我们面对的比较大的竞争方面 可以讲说是一些可能是非法的外劳 或是说早期从孟加拉过来的一些劳工 现在可能他想到方法本土化之后 他们就会说做一些可能合法或不合法的一个恶性竞争 他们也是自己带进来自己卖在这边做老板 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他们比较大胆聘请一些说他们的同乡来做 所以他们就把成本给压低 变成一个非常对称的竞争 明白明白 因为你们大多数的那个产品都是从中国还有孟加拉那边进口 是 还有一些少数大概10%是自己做 自己做的那一块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在孟加拉或中国方面并不是所有产品都成本会比较低 不见得 怎么说呢 第一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原材料棉花是属于国际性的价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马来西亚或是在中国方面可以讲说这个运输方面比较顺畅 有时我们在孟加拉方面的进口方面会面对他们的这个运输各方面的东西的一些成本增加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自己生产方面当然是处理一些比较紧急 或是一些说成本上比较有优势的产品 为了可以做一些加工 所以你们现在主要是做uniform服饰还有做这个doggif 对不对 对这两个的那个对比是多少比多少 八十二十还是九十十 暂时来讲可以说是八五一五 八五一五 这个八五一五的这个比例是已经很多年了还是它会一直在改变的 我相信啊 如果是未来五年方面呢 有可能拉到说 六零四零 或是七零三零 所以另外一块那个那个那个doggif那一块其实也是很有潜能的 对明白明白 因为这是我以本身在这行业的看法方面啊 其实整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这两块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份额哦 大概是四五五五或是五十五十这样的概念 明白明白 你在roll4还有这个雪兰呢都有两个大仓库嘛 对不对 所以未来会不会想要再扩展是到哪里的地方呢 还是建一些新的仓库嘛 这是有考虑的 只是说在有些地方方面呢可能未必适合 比如讲说我们打比方说北马这一带啦 很风土民情的一些关系哦 当你在那边建立仓库方面 很多当地的代理会把你定义成为这种恶性竞争 哦明白明白 所以你们你们呃怎么说呢 现在因为网络的那个方便嘛 很多人直接就去淘宝也是可以订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看很多的公司啦 他们去也像 甚至订那些don't give啊 新年红包袋啊 衣服他们都是直接从那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你们来讲 你是讲看待 然后你要讲去 呃 战胜这些竞争的 呃首先我可以讲说 如果在短期之内哦 这一块还不会说太过显著 哦 毕竟是 如果我们个人消费啊 是一件几件东西 我们自己可以说呃 承担那个风险 明白 如果企业他们要搞什么活动的时候 有时间性有形象性东西 你在网络上 并不是每一个 呃网络商家的信义这样好 明白明白 这是一个非常重点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到啊 有些呃 商家他们以为说 直接去到说某个国家订 中国那里订很便宜 不然我们计算一下 其实你这个价格都蛮贵的 哦 我们在本地供应都 会比在中国订还便宜的 百分之十几二十 哦 怎么说 这第一个 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 生活费各方面都比我们来的高 对 第二 呃 除非你有本事找到 中国跟内陆或更多一些说 你平常都很难去的地方 嗯 那可能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否则是不容易的 可能他也不会想要做你 做他们那种小小胆的生意 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量 你去到那边 他们也很难跟你沟通 对不对 这个比例就好像说 外国人如果说一些外国人先进国家 他们要来到马来西啊 首先应该会先落脚在首都 嗯 或是第二第三大城市 嗯 相对的如果我们要去到中国 首先我们也会先去到这个 啊 所以广州 啊 厦门 或是说北京上海 这些生活费都不便宜啊 明白明白 然后这样它的成本就会高了 明白 那你们现在 目前你们的产品是有在马来西亚销售 然后还有在这个新加坡吗 所以未来 未来会不会想还可以 扩展到其他地方吗 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 很像其他东南亚市场啊 还是哪里吗 那绝对的 因为这些国家方面情况下 都市所我们啊 还在经营啊 就是好比说 我们本身都有说 好多年了 都供到印尼的巴探岛那边去了 哦 OK 但我们现在最想深入方面 就直接到他们的这个首都 各方面扩展啊 那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 是一个目标之一 比如讲很像 泰国啊 印尼他们自己的那个 自己成本其实就蛮低了 那边会比 会比较难吗 如果你要去泰国跟印尼的话 其实啊 我发现我这几年有研究啊 在印尼方面 他们的这个服装方面啊 如果我们你说同样的这个 quality和品质方面 不见得便宜 而且他们的卖价 会比马来西亚来的好 明白 因为他们本身 印尼也没有自己种棉花 他们的棉花也是从外国进口 明白 他们只是劳工便宜 但是生产力或其他的方面 未必比马来西亚有的东西 明白 你们上次的那个 entity叫做 MVV International Limited 就是你们三兄弟的名字的那个 前面那个 initial 拼起来的 所以 Orange Port是你们三兄弟创办的 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个 衣服这一块 是因为你们之前也是在做这个东西啊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本身的家乡是在巴多巴哈龙云啊 这个小镇啊 巴多巴哈从以前到现在 不是属于东南的仿制城 当然那时候啊 我们耳鲁木然之下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踏入这函 甚至我告诉我自己 我从南方大学学院毕业后啊 我不想进入这个自己这行业 因为看起来做得很累 只是后来在这个毕业后方面啊 在那边想要实现我的理想的时候 反而并没有这样顺利 明白 后来在一年之后有个机会方面 逃这行业就加入这行业 那实际你们 你创业的时候是多少 二十多吧应该是 应该是二十三四岁了 二十三四岁 你是三兄弟里面最年轻的那个 啊OK 明白明白 是是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 你们三兄弟的股权是平分的 是是 大家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编排呢 是因为你要 你要去避免那个粉针呢 还是 你们 讨论了很多轮 最后你们决定这样子是最公平的 一般上可能有一些 你觉得脑袋比较多 你不可以平分 然后你们要做决定比较难 你们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盘 首先来讲啊 这个行业是 起初我是先这个接触 我之前也是跟朋友合作了这个行业 那后来呢 因为有些股东们意见不合 我们被逼啊 脱离了 明白 所以脱离之后 我又想到 诶 这个行业我觉得还可以做嘛 虽然我哥哥他们两兄弟还在做其他行业 所以他们就邀请一起来做 所以那时也没有去想到 说 股权的问题 只知道说 反正是有福同享有难同胆 明白 就比喻说 如果我本身有钱 我灵级都很穷 我们也是不好过 明白 明白 过起来的 所以你是 所以但 我相信做什么生意都好 一定会有一些争吵这样子 是是 那你们 当你们有这样子的争吵的时候 呃 你们去讲去平衡它 因为 兄弟之间 于是争吵了又伤和气啊 所以你要再讲去平衡 这个东西 OK 当然我们本身三兄弟 我是年级最小的啦 像我二哥大我一岁 我大哥大我四岁 所以我们从小啊 都是说算是住在一块 那 后来创业后 我们买的物质 也是在隔壁隔壁 是三间连在一起 三间连在一起 到现在 我们还是说三间连在一起 包括父亲也在一起 包括说 未来方面 哎 想要搬的家 也是可能在同一区里面 只是说 离一个几米外的地方 明白 这方面 所以基本上 这个合作方面 不管是兄弟或是朋友方面 肯定会有争执 有时为了一些公司 但是每个看法不一样 那我们三兄弟方面情况下 也会时常有这样的争执 但是 一般上我们争执过后 过了一个午饭之后 第二天就见面之后 大家放开 再找个机会讨论一下 看你们姐姐这是不是 对事不对人 对不对 不会 因为你是我兄弟 然后你讲一些话 我就生气你 反而是看那个事情 怎样对生意比较好 是是 要比较理性 不然也是很难 维持下去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你这个换的角度说 假设你跟一些朋友方面 很有可能这个东西方面的 拆复基地很大 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 partnership 的东西 拆是 好像是很平常的样子 要去 你要去怎么说 你去把它给弄好了 过后你们就可以走更长远的路 对对 因为根据这个 公司注册机的统计 百分之七八十方面 三年之内都会拆复 是哦 明白明白 很高的一个比例 是 你那时候 为什么当初选择在香港上市 有没有选择在其他地方 当时方面 我们其实考虑的国家 有上市的有四个国家 新加坡台湾 本地马来西亚跟香港 这是国家的考虑 只是研究了不同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条例各方面 后来我们先决定 先决定在香港上市 明白 因为毕竟这个香港旁边 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而且也是最接近这个中国大陆 而且国际市场更开通 这是我们主要考量的因素 加上 那现在我们是同这个大企业 比如讲说阿里巴巴 贵州茅台这些大企业 或中国移动 同样是在香港主板 这个地位上是比较不一样的 明白 就是在国际地位上 你出去跟人家谈 还是你要竞表一些 一些合约 人家看到你是香港上市公司 你整个那个level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明白明白 他说你现在还很年轻 我大概看你大概四十五六岁 这样子 他还有年轻 你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 要走去打拼这个 你去去打拼 所以你 你的理想的 MBV International 还有这个 Orange Sports 在未来五年十年里面 你是想要把它打成一间 打造成一间怎样的公司 在投资者的眼里 首先 我们这行业 虽然是说 属于马来西亚新加坡 最大还是第一间 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做这行业 这是最大的 对 因为过去 我们有请国际性的调查公司来调查 我们在扭力方面 跟第二名是一个很大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看到说 有些国家 它原本就是因为它人口多 加上它经济比较发达 所以他们的这个 规模方面 都可以讲说比我们大了好多好多 加上因为它本身国家的这个 销量方面已经支撑它 有一个份额 所以他们走出国际很容易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甚至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营业额跟那个 破费方面 离我的本身目标还很远 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还可以说 翻更多倍 三倍 五倍 甚至十倍 这是一个最主要 而且我当然希望说 我们这行业方面 能够突破让所有人 这个对于这行业的看法 因为就像我们当初还没有上市的时候 然后有些banker旁边一听到 你是做uniform的 他们就觉得这个没有看头了 也难得跟你们交流更多 他们觉得像不sexy 是这样的 对不过sexy 所以说这行业一直来都是 BTC 没有读书的人 做得比较多 或讨厌 讨厌 比较多 所以变成说 诶 打破这个观念 然后我们希望爬得更高更远 然后你 这过后你们是怎样 说服那些banker 来跟你们一起做这个 上市的东西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那个 印象就不太好了 是 你们就 怎么做呢 因为最主要是说 大家 诶 谈了之后 这个我们Ori的张鹏 看了之后 他们就诶 应该这行业方面有另外 一种的这个境界 还不知道 就像我们对于说 很多人做经济 拆盘的情况也是这样 比如说是小行业 但是我们在新加坡 看到有些人做这行业 做到上市了 做得很大 在美国 这个行业做更大的经济犯 是啊 他们可以有两万个功能 我不懂美国也是有跑经济犯 我认为的就是 有啊 Penna Food 啊 OK OK 明白明白 当初你们创办 你创 你们几兄弟创办这个 Person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会 你会当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还是香港上市公司 这样 有没有想过 还是一直以来 都是你的一个目标来的 这其实没有想过 虽然我们那时候 在创业的时候 你知道所有的公司 什么上市 我们当然没有想过 我们这行业 可以做到如此的一个规模 明白 这是没有想过 更不用说到外国为什么 你到外国 接触的上市是在 2011还是2012年的时候 你通过新加坡的朋友 一起出去 第一次接触到台湾 才知道可以有香港这方面 明白明白 所以是通过接触到别人说 其实上市这条路 其实是可通的 可行的 然后你就用了大概 五年半年的时间 去 plan 这个东西 然后你过后 你做到上市了 真正我们可以讲说 计划方面 大概是 三年左右 因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过 要上市指导说 把所有的东西做好 那当真正想 时候 行动的时候 是三年左右 明白 五百五百 三年也是算是一个 还蛮快的一个 一个时间的 就是你在这行做生意 做了二十多年了 你觉得你 一直相信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东西 你的推动力是什么 怎样让你 因为有些 你看有些人做东西 做这下就 我不想前进 我就 啊 知足常乐啦 这样子的size就好了 是 你想要一直爬 一直爬 一直爬 你是怎样来推动自己 首先当然我本身的观念上啊 我不会因为说 六十岁左右就要退休 还是五十五岁 当然我们说看到了 一些成功的这个领导者方面 不要说 包括邻国 李光耀 前总理 他们都是做到 将近整个八十岁左右 郭鹤年 郭老也是 现在九十多岁 还是在做啊 是 因为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是 我们如果将来这样找 退休之后啊 我们能够说 做些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 本身 我本身都定义说 我应该会说 把我退休年龄 定个七十或八十 明白 左右啊 明白 也就是 可能 不会 完全退下来啦 就是慢慢放 然后你还是在看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退休了 你没有东西做 反而更惨 这是之一咯 另外一个问题是 现在我在做这行业的时候啊 做二十六年啊 我们最大的乐趣 就看到 诶 好像很多人都在使用我的产品 有时候我们看到服装 我想诶 这一服是我 我本身公司出的 诶 很开心 明白 这个是一个 满足感的那边 明白 所以你们 像你现在你做服装 你做这个 Dogif 还有没有机会 再打出第三个 第三个business多元化 有想过这样子的东西吗 是有的 有的 只是说 在这一块方面情况下啊 还不敢说 情急妄动 你毕竟啊 每个行业啊 如果你不熟 你去做啊 风险性很高 明白明白 那你平常 如果你在你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一般上你是 讲起去解决那个问题吗 当然 所以问题方面情况下 假设我们本身 个人可以处理方面 我们先处理 假设不能处理方面 我们就是带出来 董事部或是说这个 HASO 里面 讨论一下 看大家没有新的 idea 在这方面处理吧 你的人生做用品是什么 这问题很好 对 因为我们想看到吗 人不是因为有了机会 才去争取 而是因为去争取的 才有机会 这怎么说呢 你看啊 当如果说 我们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 假设我们说 有的目标想要上市 我们首先会先跟一些朋友说 我们要这个 或许他们身边呢 有一些高人或各方面 很熟悉这块 他们可以把他们引荐 机会就很大了 这是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时常也是鼓励 我的这个公司的人员 假设你们认为说 你们才华很好 公司没有注意到 你们可以说出来 争取吗 争取的时候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不能够整天就是 是在那边等人家发觉 你自己要去争取那个机会 这个就是你 这么多年以来 你是自己去争取机会 然后才有机会去发挥 对 这是你的人生坐右银 但我相信你还有很多 你现在还很年轻 还有很多人生的高峰要爬 我们也可以期待说 MVV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个前景 让我们去看这样子 那你 如果是想说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喜欢给人家打工的 年轻人 他们很多人就想因为网络的关系 很多人年轻就想要出来自己创业 是 做start up 你对于那些想要出来创业的那些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一些忠告还是什么 其实创业是好事的 但我是认为说不要说急意意识 就要立刻创业了 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如果说从人神的角度上看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 那属于还很单纯的一个状况 那属于还很单纯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专业角度上 很多人都说做一个简单的 audit的工作 或是stax的 如果他们接触深入更多 他们可能说以后往这个企业活动 complet exercise行业 可能他们的未来的这个前景前途 结束也完全不一样 明白 就是不要冒冒然的看到人家创业 你就创业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可以当一个专业人士 并不代表你会比那些创业的人来得差 因为你自在你自己的行业是专业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那可能在态度还有性格方面 你有什么劝解 这些想要 所以心里带年轻人 因为我每天去见老板 就听到一些老板会跟我 批评说 很难找人才 还是年轻人 很难去管他们 你对他们 那些想要成功的人 有什么一些建议吗 所以当然我们一路走在这方面 我们都要说 永远保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一个前夕的心态 去像说 跟我们一样 或是比我们更好的人学习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来讲 我们只可以讲说 比起自己摸索来得更快 因为如果说 我们像已经比我们成功的人 请教一些经验 他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去改变一下 去调整一下 好过我们自己去摸索 去碰交 烧走很多冤枉的路 对 明白明白 可以 所以包括现在我还是说 不断地在学习 跟不同行业的好 或是不同领域的 只要说大家在交流的时候 觉得说 都能够学习到东西 这是非常好的 就像我时常跟一些年轻人讲的 你们不要整天就跟自己 同年龄的人在一起 你去参与一些比你更老的人 大的人 可能一些东西 你们看不透的 可是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跟你讲到 可能你就开窍了 一些东西 这样子 对 有的东西 老人家的东西 是没办法说带领你 不要说网络上东西 那这一块你就跟年轻人学习了 那做人道理或处理事情的方式 带领处事的方式 毕竟他们的经验方面 这个人生走路比我还差 这个我相信 因为其实老一辈的人 他们经过的那个路 跟我们现在年轻人 这个舒适的环境 你所产生出来的那个product 那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没有看这么多 这么成功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这么辛苦 才有今天 他们就是 就是不是 必然也不是偶然的 是 所以你们在 在跟年轻人沟通 在你们的行销方式方面 也一直有在做出调整 这样子你才能够 怎么说呢 接洽到还有接纳到 现在整个世界的那个变化 是 不然也是很难度过 这些东西 毕竟这样多年 接触一些比较刚毕业的 年轻方面 我还是认为 他们如果在这个 刚毕业后的三年到五六年方面 是多给社会磨练的 那个过了这个年龄之后 我们再来做各方面的这个 配合度 成功越更高 不要比我是鼓励我的孩子 你们大学毕业之后 不要立刻进入我们自己的企业 能够在外面接触多三年到五六年七八年方面 有机会还进来公司 这样比较好 这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一进到来 他们整个身份就不一样了 然后在外面身份也不一样 被人家磨练了 过后反而他会更珍惜 更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 对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